中国进驻两会时间 连日来多国媒体也对中国两会进行持续关注 俄罗斯24频道专门派出了两会报道团队 在北京前方进行实时跟踪报道 从背景介绍 会议进程 以及热点分析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报道 报道着重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主要介绍了中国经济领域内的各项重要指标 报道称中国坚持经济自由化 坚持对外开放的姿态 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俄新社对中国两会进行了重点报道 发表了名为中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文章 文章中指出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 推动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自贸区 中国在与他国合作中坚持平等互惠的原则 显示出了一个坚持开放与合作的大国姿态 作为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实业报 从本月一号就开始陆续关注中国两会的进程 发表了两会了解中国发展的窗口等文章 文章中写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想从两会中解读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 从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机遇 意大利影响力较大的经济类报刊米兰财经 日前刊发关于中国两会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中国两会的召开值得期待 两会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提供了平台 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分析了中国当前发展的总体形势 更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